约伯记第37章 他行大事,我们不能了解 他对雪说降在地上 对大雨、暴雨也是这样 他封住个人的手,叫万人知道他的作为 野兽进入洞中,留在序里 风暴来自南宫 寒冷出于北方 神所呼的气息结成冰 广阔无边的水也凝结 他使命云满在水汽 云彩布散他的电光 电光照着神的指引来往旋转 在地球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 他是电光来临,是为施行责罚 或为滋润大地,或为赐予慈爱 约伯啊,你当留心听这话 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事 神怎样吩咐这些 又怎样使云中的电光照耀 你知道吗? 密云怎样浮于空中 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 你知道吗? 地因南风而寂静的时候 你的衣服怎样热起来 你知道吗? 你能与神同扑云天吗? 这云天坚硬如柱城的镜子 我们因愚昧无知的缘故 不能沉迷我们的案件 请你告诉我们应该对他说什么话 人怎能对他说 我要说话 哪有人自愿灭亡呢? 人不能看见云后的强光 唯有惊风一吹 天才晴朗 金光来自北方 在神的周围有可怕的威严 论到全能者 我们无法把他查出 他大有能力与公平 又满有公义 他必不苦待人 因此 人人都应该敬畏他 心中自以为有智慧的 他都不看顾 他都不看顾